实际竞争策略 我们前面两回讲了 秦始皇还有李斯 李斯帮助秦始皇统一中国了 秦始皇也觉得自己统一中国 功劳超越以前所有的古人 所以给自己起名叫皇帝 皇帝 但其实秦国的强大 是源于秦孝公 秦孝公想要让秦国变得强大 秦孝公为什么想要秦国变得强大呢 第一方面是山东六国 韩国关以东的六国 都看不起秦国 秦国愚昧 贫穷落后 这一方面 另外一个还是 韩兆魏欺负秦国 尤其是魏国夺取了秦国 自由的土地河西地区 我们就讲讲 魏国是三家分进之后建立的诸侯国 建都安逸 自魏文侯执政以来 魏国预向西发展 夺取秦国东部河西地区 秦国是西部诸侯国 建都静阳 但是秦国政治混乱 频繁更换国军 国力衰弱 前419年 魏军开始进攻秦国河西之地 我们可以看一下图 这块是河西 这块是河东 以河为界 魏军首先在河西少量 修筑城池 看一下图 图三少量 建立基地以便囤兵机梁进攻秦国 秦国随即发兵进攻少量 阻止魏军修城 两军在少量交战 魏军击败秦军 继续驻城进行备战 秦军沿黄河边修筑防御攻势 阻止魏军向外扩张 到了前413年 魏军准备完毕 开始向河西秦军进攻 深入至秦纵深的正地附近 打败秦军 我们可以看一下地图 图四 这个一直打到正地了 可以说打到秦国的腹地了 说明当时秦国是多么衰弱 412年 魏文侯又命太子姬率军攻克 樊旁 屈其民二战其成 我们看一下图五樊旁 樊旁 前409年 魏文侯任命吴启为主将 攻克秦国河西之地临近 原理并驻城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 图六 图七 到了前408年 吴吴启再次率军攻打秦国 一直打到正线 又打到正线了 攻克洛阴 河阳 并驻城 我们看一下地图 洛阴 河阳 而秦国只能退守至落水 沿河 修建防御攻势 并驻重泉城 看一下在这儿啊 进行防守 以防御魏军 阻止魏军继续西进 魏国全部占有了原本属于秦国的河西之地啊 并在此设立了西河郡 由吴启担任首任军守啊 所以这个 这个河西地区呢 自古以来就是秦国的这个土地啊 现在呢 已经 让这个魏国完全给夺取了 这个还起了个名 西河军啊 这吴启呢 得说一下 吴启是战国著名军事家 也是法家代表人物啊 法家代表人物 据说呢 吴启一生战斗76次啊 全胜64次 这个很厉害了 很厉害了 这是第一次河西之战啊 第二次河西之战 魏国攻克秦国河西之后 严重威胁秦国的安全了 魏文侯去之后 魏国扩张重心移至中原 魏军主力也随之调往中原了啊 秦国失去河西战略要地 秦军退守落水一带 我们当然说了 是重全城啊 后来经过数年的准备 秦国于二十多年后 就是前393年啊 开始进攻魏国的汪 看一下图二啊 前390年 又与魏国战于五成 看一下图三啊 企图夺回河西要地 魏国军队则全力与秦军作战 这应该是个僵持阶段啊 这个魏国西河郡军守五起 严格训练军队 并鼓舞军队士气啊 到了前389年 到了秦会公十一年 秦国调集号称五十万大军啊 进攻魏国重要的诚意 殷进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四啊 秦军进攻 魏军立即有数万士兵申请作战 说明这个魏军这个事迹非常高昂啊 吴奇请魏武侯派五万名 没有立过功的士兵出战 亲自统帅 武侯同意 并加派战车五百秤 骑兵三千人 战前一天 吴奇向三军发布命令说 驻将当缴获敌车 骑语图啊 这意思呢就是说 就是说呢 若车兵没有缴获战车 骑兵没有脚后战马 步兵没有抓到俘虏 虽破军皆无功啊 然后吴奇率领魏军在阴近 向秦军发动反击 魏军经反复冲杀啊 将五十万秦军打得大败 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啊 这里呢 秦军号称五十万 估计是这儿虚张吧 当时应该有三十万或四十万啊 三十万或四十万 但是呢被吴奇的这个精锐给打败了 吴奇的胜利呢 是吴奇武族制的这个精兵强兵思想结果啊 以精锐的士兵代替雇佣及动员兵啊 所有士兵都必须接受严格的考核 通过考核可以免除全家摇曳啊 所以这个就是军事和经济的挂钩啊 从吴奇可以看这个后面的商鞋变法啊 也是军事和经济挂钩啊 考核的标准是士兵穿戴盔甲 配件扛长毛 戴硬弓 剑五十只 背三天干练啊 可以说是全服装吧 半天能行居百里啊 当时的百里和现在的大约四十公里啊 就一个极星军啊 极星军啊 极星军 能到这标准 你才能 这个 这个当这个武族啊 是个精锐啊 所以呢 这个第二次又失败了啊 第三次到了公元前 384年了啊 秦宪公继位啊 秦宪公就是秦孝公的父亲了啊 在秦国国内进行改革 其中包括废止人训啊 这个秦国落后 其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 就是人训制度啊 制度落后 人训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国王死了 让大臣陪葬啊 所以呢 因为这个制度 所以呢 让人才不敢去秦国 秦国也吸引不到人才啊 这个呢 最著名的就是秦宪公啊 秦宪公 让秦国辉煌了一下 但秦宪公死了 然后三个有名的大臣陪葬啊 非常可惜啊 三个非常有名的大臣陪葬 其余呢 还有170人跟着陪葬 所以这个 为什么秦国说前400年 只有一段时间 就秦宪公那时候辉煌一下 剩下400年都不行啊 制度非常关键 你吸引不到人才啊 越有名的人 或者有能力的 最后亡死了 哎 陪葬 谁敢去啊 所以制度啊 制度的 这秦国这个不行 落后也是制度 最后秦国强大 也是因为制度啊 谁要变法 我们后面再说啊 然后迁都岳阳 扩大商业活动 编织户籍和推广限制啊 看一下图啊 岳阳 到晚年时 国力有了一定增强 并企图备为国的和西郡啊 所以呢 这个秦宪公还是想要夺回和西郡 前366年 魏国在武城铸城啊 看一下 在武城铸城 被秦军击败 接着秦军在洛淫打败了魏寒联军 前364年 秦将张娇领军遇过黄河 攻入魏国的河东 在石门打败魏军啊 并斩首六万魏军 这可以说是一次这个 非常成功的一个突袭啊 但魏国呢 在赵国的支援下 秦国退兵了啊 这时周贤王派人向秦国祝货啊 这秦国已经开始有点强了啊 前362年 秦军趁魏军在汇水北岸 与韩兆联军大战之际 派述长国出兵 攻卫啊 在少梁打败魏军啊 看一下图六啊 扶起主将龚孙作 占领樊旁城啊 这个57年后 秦国重新夺会少梁啊 但因为惠之战 魏国取得了胜利 韩兆重新对魏国屈服 并帮助魏国对秦国反攻 秦国在河西仅收复少量实地啊 后来魏国在河西修筑长城 我们可以看下地图啊 这个长城就在这啊 可以看到少梁 樊旁旁都在长城之外啊 长城之外 公元前362年 秦宪公想收复河西之地 无奈没有实现便去世了啊 这时候呢 21岁的秦孝公继位 面对魏国 赵国韩国对秦国的威胁啊 河西之地几十年都没有夺回啊 深感秦国被其他国欺辱啊 这才决心让秦国变得强盛啊 要重现木工时代的辉煌啊 但是那个木工 秦木工已经是大约260年之前的事了 已经很遥远了啊 很遥远了 所以呢 这个 这个河西的地区呢 秦孝公 活着的时候也没收复啊 也没看着收复啊 到他的儿子 这个惠文王啊 就惠文君八年 到了前330年 为 魏国割河西地 给秦国啊 这是 当时沙阳变法是359年啊 可以说是29年之后 实现了秦孝公的愿望啊 收复了河西地区啊 秦国总共经历了89年才收复河地区啊 关键是有沙阳的变法啊 如果没有沙阳变法啊 秦国收复这个河西地区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啊 所以我们说这个制度啊 制度是非常关键啊 非常关键 然后我们下一回呢 就是讲一下这个 讲一下这个 这个 这个 前六世 就是情况之前的六世啊 从秦孝公 一直讲到这个秦庄小王啊 好 这一回河西之战讲完了